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A 维生素A又称维他命A是一组不饱和营养有机化合物,是人类的必须营养素之一,和维生素D,维生素E,跟维生素K都同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并非单一化合物,其中有两大类化合物包括有 1.继承维生素A,继承维生素A有,氏黄醇,氏黄泉,氏黄酸 在动物性食品中,维他命A的主要以脂方式存在,为棕榈酸氏黄脂,于小肠中将其转化为氏黄醇,氏黄醇的功能可作为维生素的储存,并可转换成全使视觉活跃的氏黄泉 动物可把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维他命A储存在肝脏之中,通常会以醇类的方式储存,氏黄醇活性是最好的 氏黄醇和氏黄泉主要是干细胞视觉的循环,氏黄酸与人体内上皮组织分化相关 所以有些是黄酸衍生物,可用于皮肤疾病的治疗,氏黄脂为人体内储存之溶性维他命A的主要方式 富含继承维生素A的食物,有动物肝脏、蛋黄、鱼肝油及奶油等 二、维生素A先值,维生素A先值有胡萝卜素 存在多种植物里的胡萝卜素,以深绿色以及深橙黄色蔬菜水果,是较富含类胡萝卜素的食物,也是预防癌症很好的食物 维生素A先值为植物性食物中的类胡萝卜素化合物 经过人体代谢后,转变为维生素A,以β胡萝卜素转化效率最好,比较能在体内发挥维生素A的生理作用 维他命A的功能 一、协助牙齿及骨骼的发育与生长 维他命A有增加细胞分化的作用,可促进器官生长发育 血液之中维他命A浓度较低的人,比起健康人有更高骨折的风险 二、协助免疫系统作用 视网酸是维他命A的代谢物在T细胞分化,发育作用过程之中有着关键作用,所以能协助免疫功能 三、抗氧化 维他命A或前驱物β胡萝卜素,都是减少自由基在身体的流动,降低细胞破坏,产生疾病及老化 四、降低痘痘的发生 维他命A能促进细胞快速更新分化,避免角质堆积的毛孔阻塞,预防痘痘产生 维他命A缺乏会导致毛囊的缴化 五、让皮肤与粘膜更健康 维他命A能维护身体上皮粘膜细胞健康,避免细菌疾病毒入侵身体,助于维持皮肤、肠道、眼睛、肺部等处健康 六、有助维持暗处时视觉 维他命A为视网膜中,视子质的主要成分,因此有助于夜间视力正常 维生素A可协助视子质的形成 视子蛋白和视网权结合而成视子质 视子质是眼球视网膜上所含的一种化学物质 浴光就会分解,刺激是神经末梢 由视神经把刺激传到大脑,产生视觉 维生素A能保持上皮组织正常的形态与功能 增加上皮细胞抵抗细菌能力 正常的粘膜细胞会合成并分一种糖蛋白 覆盖细胞表面减少水分的流失,让细胞保持湿润 当维生素A缺乏,糖蛋白核就会减少 脚蛋白就因此增加,使得皮肤变得粗糙干燥 眼睛、呼吸道、胃肠、消化道及生殖道等 粘膜细胞分泌减少,出现干燥脚织化问题 因此增加细菌感染机会 一般在发达国家中,很少会有缺乏维生素A的情形 但在发展中国家,还是会有许多人缺乏足够维生素A 尤其是孕妇、哺乳期的母亲 婴儿和儿童,是最容易缺乏维生素A的族群 囊性纤维化以及慢性腹泻也有增加缺乏症的风险 维生素A缺乏的症状有 1.皮肤干燥 维生素A在皮肤修复有重要作用,并有助抗发炎 因此缺乏就会导致皮肤容易发炎 2.干眼症 维生素A缺乏会使眼睛干燥,角膜坏死和失明 缺乏的一开始通常是无法产生眼泪 3.夜盲症 维生素A缺乏最初症状是眼睛干涩和夜盲症 4.不孕 每足够维生素A的男人或女人都可能会有生育的问题 父母体内维生素A含量过于低,也可能导致流产以及幼儿先天的缺陷 5.成长迟缓 由于维生素A和维生素D都有对孩子的骨骼发育有帮助 因此不足容易导致儿童发育迟缓 6.喉咙与胸部容易感染 维他命A能维护身体喉咙和肺部粘膜细胞健康 因此不足容易导致感染 7.伤口愈合不良 维生素A会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进而加速皮肤的修复 8.青春痘 维他命A能促进细胞快速更新分化 避免角质堆积的毛孔阻塞 正常饮食状况下 大部分不会有缺乏维生素A的情况 反而比较要注意到过量的问题 摄取过量维他命A会导致 恶心、易怒、食欲不振、呕吐、视力模糊、头痛、落发、关节疼痛、昏迷甚至是死亡等问题 无论是一次摄取大量的维他命啊 或者长期摄取大量的维生素A 都有可能会引起中毒症状 维生素A存在于绿叶蔬菜 橘色与黄色的蔬菜 番茄、水果、动物、鱼、肉类及乳制品等食物 其中又以内脏类和肝含量最高 一般食用量都能超过每日建议摄取的量 在补充维生素A时 大部分人会购买鱼肝油 但鱼肝油很多人会误以为是鱼油 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鱼肝油是鱼内脏类制作 主要是补充维生素A的 而鱼油是鱼的脂肪 则是补充Omega3 儿童吃的鱼肝油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儿童觉得好吃就容易吃得过多 因此容易就摄取过量的维生素A 在儿童食用上就必须特别注意 摆放的位置以及食用量 避免孩童因为好吃而食用过量 维他命A在身体的抗氧化 免疫机能、视力、皮肤健康 以及生长发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营养 虽然维生素A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但在没有医师或营养师的指导下 请勿额外使用单纯维生素A补充剂 以免摄取过量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有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是这频道继续制作影片最重要的原动力 如果你愿意支持与鼓励这频道走得更远 欢迎分享、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能够在影片更新时 第一时间获取通知 期待我们下部影片再次的相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